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最后总结起来 抓的钱比谁都多 这是不公平啊 送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会选择和他们去吐槽对峙 可以说王俊凯非常的成功 三兄弟如今的小日子演出过的都很不错 各种综艺代言基本上就没有停下过 而且本身的包装也是非常的成功 粉丝群体越来越大 可以说话 这个组合是非常成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代言太多了 让王俊凯都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恰好就是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 王俊凯也是说出自己其实已经两年多 没有再次回到重庆这个地方 毕竟重庆作为王俊凯的老家 他还是对这个城市挺怀念 而且回忆起来 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该吃什么 毕竟重庆的美食小吃特别多 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重庆小面 还有就是重庆的烧烤 王俊凯也是再次感叹 既然两年时间没回家 你要去做什么呢 宋祖德所说的 其实也有点根据 既然真的想回家看一看 为什么要见那么多的广告代言 起码说一年要回家五次 而且也是认为王俊凯在这个年纪就承受了这样的结果 要知道现在王俊凯也没有多大 在这个年纪本应该就是玩玩闹闹的时候 结果却是接到各种各样的商业演出 从来没有见关过 常回家看一看父母真的比什么都好 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回来的 那些什么综艺节目全都给推定 让他们去占据如此宝贵的时光 如果不是王俊凯参加这个节目 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 他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 虽然说他很红 这几年中王俊凯就是这么走不来的 也许他都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去选择 这就是他唯一不足的地方 估计这也是因为如此快速成为一个后果 经济方面已经不缺口 那么你还要缺什么 既然这么长时间没回家 就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吗 仔细想一想 考虑一下自己的父母 自己未来的规划 不要总是这样 九江为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是被迫的状态 真的是成为了一个机器 已经在那里了 因为这个很高兴 远不得了的事情 从来就是说 额不得了 远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不太多 这就是说真的 还是大家要缺口 这就是那些不够的事情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 这就是我们的体调子 这就是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的体调子 还是我们的体调子 也就是这样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